比利石的這個單位每年有一個冬季的駐村 是跟比利石根克大學的科學實驗室 進行跟生物科技有關的駐村作品 所以這件作品我們在邀請的時候 也為這個藝術家找了很多的研究單位 希望可以進行這個科學的合作 去培養這件作品所需要的細菌 那我們找了很多單位最後經典 我們合作的它是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中心的 佳英國研究員他協助我們培養了這個 作品所需要的細菌 然後這件作品它的創作概念是 它運用了微生物燃料電池 就是運用微生物發電的這個概念 去創造一個可以激化而穿的移動式裝置 那它的運作原理是大家可以看到 水面下有一個黑色的碳刷 但這個碳刷上面就是會附著了 跟微生物加護作用就可以產生電能的這個細菌 它是一種驗氧菌 那我只是為了要分享這個驗氧菌 所以我們目前跟中間也沒有合作去養這個菌 那這個藝術家就是希望透過 就是可以不用耗費額外的能源 那運用細菌發電的方式呢 能夠一方面進化核川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跟各位展現這個 它跟科學的實驗師 跨離運合作的一個程度 那這個裝置是可以移動的 那藝術家它特地設計成六角形的方式 就是當核川的面積是比較大的時候 這些裝置可以拼裝成一個更大的一個 可以機動體裝的一個裝置 讓它更有效能 那對 那它同時 因為它一直很關心環境液體 所以它上面也放了可以 這也是一種可以進化水質的 植物叫做水蠔籠 所以它不只運用細菌發電的方式 把這個核川裡面的核生物吃掉 去比較生進化的方式 它也運用這個植物 本身就能夠進化水質的方式 去完成這些作品 對